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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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Tiana 真好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好热闹 Tiana,我们差不多该回去了 啊,可是这里的可丽饼特别好吃 过来这里就是想让牙医也尝尝呢 为了我? 哦,对啊 牙医这段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练剑 表情也阴沉沉的 我想让牙医吃点好吃的 开心起来 而且,不多晒晒太阳的话 可是会发霉的 哈哈哈 我真是个笨蛋 我到底都在一个人烦恼些什么啊? Kiana,果然就是Kiana呢 静心 谢谢你,Kiana Kiana 我曾拒绝律者的身份 认为她为我带来了不幸 认为她夺走了我的生活 可现在 我却觉得 自己能有这份力量 能用这份力量帮助你 是我的幸运 这次考试又没及格 怎么会这样啊? Bronia认为 是笨蛋Tiana考试前一天还在玩游戏的错 Bronia不是也在玩吗? Bronia可不敢在战场上 把后背交给理论考试不及格的人 那 那只是因为这是我不擅长的东西 要是换成我擅长的领域 肯定能行 Bronia都不是我的对手 那笨蛋Tiana倒是说说 什么是你擅长的领域 那一定是射击 我们卡斯兰娜家可是有祖传的枪刀树 Bronia你肯定赢不了我 好呀 那 要来比试比试吗? 来就来 就让笨蛋Tiana先吧 哼 看好了 哼哼 怎么样 现在认数还来得及哦 你 你耍赖 这就有设计比赛吗? 战场上最重要的就是消灭敌方单位 不管是用什么方式 是 我 我们接下来比跑步 预备 跑 嘿嘿 北小姐的跑步成绩可是 战场上最重要的是到达目标地点 不管用什么方式 你 可恶 那 我们接下来就堂堂正正地比玩游戏 笨蛋Tiana 连最基本的出招都还没掌握 亏你还在考试前玩了这么久 我 我不服 再来一局 已经很晚了 Bronia要睡觉了 你要是想赢的话 不如先试着把那只高男BOSS打倒再说吧 可恶 我一定会赢过Bronia的 那你自己玩着吧 Bronia要先睡了 这笨蛋 原来还没睡吗 嗯 嗯 虽说技术不怎样 但倒是挺有毅力 但想要赢过Bronia 可还早了点 虽然 虽然以前总叫你笨蛋 可好像 你已经不再是哪个 虽然 会输给Bronia的 你这么晚了 大姨妈还不回去吗 哎 工作做不完 恐怕今晚得熬夜了 那 要是我来帮大姨妈做的话 是不是就能早点回去了 哎 是倒是 但 奇亚娜 你能行吗 放心吧 放心吧 一些简单的活我还是能做的 嗯 那 就帮我批改一下同学们的睡卷吧 参考答案在那边 你对这改就行 哎 记得把自己的卷子留下来给我批哦 嘿嘿 没问题 奇亚娜今天怎么了 居然这么积极的来帮忙 平时不是早在宿舍里呼呼到睡了吗 A A B A C 嗯 什么嘛 Bronia这家伙选择题不全错了吗 亏他之前还嘲笑我来着 哎 Bronia 他之前不都是数学满分的吗 我看看 提亚娜 哦 你拿的是历史题的答案啊 啊 啊 好了好了 乖侄女的心意我领了 但你还是先回宿舍去吧 我自己能行 啊 那不是会做到很晚吗 没事没事 也就偶尔一次而已 嗯 哈 大姨妈 你弱不弱 我来帮你开个风扇 工作起来一定会轻松一点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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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亚娜 我我我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你给我乖乖回宿舍去 我我我我我回就是了 但大姨妈你也紧张早点回来啊 啊 气死我了 这笨蛋侄女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啊 嗯 啊 啊 啊 剧做完了 啊? 居然都這個點了 來來來 趕快回去睡兩小時 明天還有課要上呢 風機裡好黑 等 等 等的開關 欸? Kiana? 這是 蛋糕? 苦瓜吃? Happy Birthday? 欸? 難道說 今天是我的生日? 啊 怪不得這傢伙今天總要我早點回來 唉 笨蛋侄女 也不早說 都怪我自己工作太忙 害你等了這麼久 嗯 對 對不起大姨媽 欸? 夢幻 阿朱 錯不夠是時間了 嗯 嘻 嘻 啊 嘻 嘻 Kiana 從前你就是這樣 心裡處處想著大家 雖然多少有些笨拙 如今 你早已成為了能夠獨當一面的女巫神 成為了一位可靠的夥伴 但看著你這樣的改變 我們也不禁有些不捨 所以 當你需要我們的時候 也儘管開口吧 我相信 同伴們一定會回應你的 只要 別太勉強自己就好 怎麼會這樣 有人會做 你 好 我 我 做好 我 做好 我 我 我 做好 我 目标早晨八点起床 比陈恋规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 夜间听到房间中有异响 可能是空之律者觉醒的征兆 但也有可能是目标一如既往睡思不好 跌下了床 傲托的监视任务 会不会是多虑了 班长 被发现了 班长 我正好在找你呢 你好 Kiana同学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找人一起进行双人队练 可Bronia在玩游戏 班长你能来陪我吗 那就这么决定了 来吧班长 我们去训练场了 上次跟踪过程有些失误了 没有藏好 这次可要小心一些 然后然后 昨晚他就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他 昨晚 傻事 我不知道他是谁 金黄的眼睛 紫色的头发 而且还飘在空中 难道是 所以 Kiana 你有捡他掉落的材料吗 材 材料 王国的魔女掉落的材料 是游戏很珍贵的残化材料啊 半蛋Kiana不会没存档直接跳过了吧 原来是游戏啊 原来是游戏啊 反正你得要重打一次了 不如 你叫上那边的班长吧 班长 还真是呢 原来班长也喜欢玩这个游戏啊 走吧班长 我们俩这就回宿舍连接去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是我太不小心了吗 那 牙医 Bronia 我们走吧 嗯 但这次 要记得早点回来哦 放心放心 嗯 外出活动 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 今天就观察到这里 不跟着他们出去了吧 班长 怎么又被发现了 班长 你最近一直在看着我们 啊 难道说 班长 你 糟糕 要暴露了 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出去玩 啊 啊 哎呀班长 你早说嘛 我们其实早就想邀请你一起出去玩了 可每次下课后就找不到你了 我 我知道班长你喜欢看书 但偶尔也要和大家一起出去放松放松嘛 老是一个人闷着多不好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好不容易这次遇到班长了 你可别想撂走 奇亚娜 哎呀 放心吧班长 我们会在宿舍西灯前回来的 这不还有你亲自监督我们吗 奇亚娜 再不快点的话就赶不上烟花表演了 好 我们这就来 嘿嘿 我们走吧班长 奇亚娜 从前的我 只是奥托派来监视你的人 但渐渐的 我明白了 你不是那个人口中的容器 不是任何人的棋子 你改变了大家 改变了我 甚至是 拯救了我 或许我曾犯下不少错误 走了不少弯路 但如今 我相信你 奇亚娜 现在 轮到我助你一臂之力了 哎呀 这个导弹的侄女儿 德莉莎 我帮你把课程资料拿过来了 啊 祭祀你来得正好 嗯 怎么了 啊 奇亚娜又翘课了 你能去帮我把她捉回来吗 奇亚娜 是不久前 在长空试救的那个孩子吧 嗯 没错 这孩子其他没什么 但就是调皮捣蛋了点 本来我想自己去的 但手头工作实在走不开 就拜托几子你去找找吧 行啊 没问题 奇亚娜 我记得 是那个白色头发的女孩 这么说来 好像的确一到理论课 就看不到她了 咦 那个 该不会就是 皮亚娜 喂 季季老师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 你得多去和布瑞尼亚 学学战场上的伪装技术了 明明以前都不会被发现了 好了好了 以前是你运气好 这次被我逮着了 就乖乖回去吧 哦 好吧 嗯 怎么这么听话就往回走了 皮亚娜 等等 你的家当都还留在这儿呢 我看你是想趁我们不注意 再溜出来吧 哎 被发现了 唉 看她这样子 回去也听不清什么课的 皮亚娜 要不 和我一起去个地方吧 哦 哇 好多花 这都是姬子老师种的吗 算是吧 我的一个熟人 以前似乎很喜欢种花 但从没教过我 还好他们都比较争气 不需要我太多照料 也长得那么好 好漂亮 你要是以后想来 也随时欢迎 我平时工作偷懒 工作休息的时候 也偶尔在这儿 哇 真的吗 嗯 不过 皮亚娜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嗯 什么问题 皮亚娜你 为什么会想翘课呢 啊 好吧 其实 我不是想翘课了 我只是 想去训练场 进行模拟训练而已 模拟训练 那个不是早上就做过了吗 可是我总觉得 比起坐在教室里 我更想让自己快点变强 变得能更早的上战场 成为独当一面的女武神 原来是因为这个吗 这种想法 难道有错吗 妻子老师 倒不是说有错 皮亚娜 只是你要知道 女武神不仅仅是为了战斗而存在的 嗯 我们更多的是要去发现 去守护那些美好的东西 战斗 只是守护它们的一种途径而已 哦 啊 总感觉好难懂 现在不懂也没关系的 啊 皮亚娜 以后 你就会慢慢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好吧 不过 理论可还是要乖乖去上的 不然别说独当一面了 可能连合格的女武神都当不上哟 啊 皮亚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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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